You're getting in my heart Hello 我是Crystal 今天我要來跟你們聊聊幾比較一下 艾蜜莉在巴黎這部劇是否符合現實的巴黎生活 這部劇的評價非常兩極化 有些人覺得他們過於刻畫對於法國人的刻板印象 但不可否認的是 目前這部劇就是Netflix上面最當紅的影集 今天的影片將會有兩大部分 劇情描寫巴黎生活確實如實發生的事實 以及有點過於誇張描繪的部分 我們從這日常的事情開始說起好了 工作 你有什麼想法? 我? 現在我們有一個化妝師 沒有化妝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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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黎商店 商店 Sylvie,讓我直接說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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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當他會離開 它是相似的CDD 當你有CDI 所以當你想要殺人 這是很長的程度 因為你必須得多的 paperwork 而且你不像在美國 當你能被殺到最後一天 你好 你好 你在做什麼? 我需要你再殺嗎? - 不! - 嗯... - 可是我都有很好的客人 - çalış仙 也要照顧 - 他們還要照顧 - 大家可以照顧你的客人的需求 - 但如果你不斷在那裡 - 趁你出來就走 在劇裡面呢 Anamely的主管尖酸又克薄 但這常常也是事實 我這句才跟朋友聊到 他說其實這種主管呢 還不算最差的 有時候會有那一種 就是在後面銅你刀的 那才是更糟糕 Sylvie,我是Emily 今天我們閉嘴還是有國際假期嗎? 因為我已經在這兩小時了 你在做什麼? 我已經在8.30 為什麼? 我們在10.30 法國人愛遲到這件事 我覺得舉雙手贊成 我第一次跟Max約會的時候 我們當時是約晚上9點 其實9點對我們台灣人吃晚餐已經算是有點晚了 它讓我等了40分鐘才到 而且重點是 那是我們第一次約會耶 法國人對於時間觀念 有時候沒有那麼好這一點 我覺得是舉雙手贊成 你的想法 有更新的 也許是更新的 也許是更好 現在你們在這裡 也許我們覺得我們需要更加努力 我覺得在法國呢 蠻多人害怕接收新資訊以及新事物 就是某方面他們還是非常的傳統 好比說刺青好了 其實刺青在亞洲啊 現在比較算是一種 但是在法國的話 如果有人刺青 他們還是會有一種 刻板的不好印象 所以跟亞洲的開放度還是有所差別 在法國呢 我覺得算是整體思想 比較保守一點點的國家 除了信以外 像是在劇情裡面啊 艾蜜莉拿出即時的翻譯機 她的同事們都覺得有點驚訝以及害怕 就拿我最近遇到的事情為例 在法國去簽證呢 都不是線上的 而是非常傳統的紙本 其實在英國的時候 我覺得速度已經很慢了 但是在法國 除了非常傳統用紙本以外 速度真的是慢到一個極致 OK好 現在到我覺得劇情超級誇張的部分 艾蜜莉剛到巴黎的時候 然後呢有房仲幫他搬行李 搬到樓頂 我覺得這個是絕對 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因為呢 房仲只會給你鑰匙 而且重點是 那個又不是五星級飯店 怎麼會有一個 那麼帥的服務員 幫你扛行李 扛到樓頂 這是... 不是 這不是你 這不是你 這不是西方的 什麼 什麼 這不是你 嗯 你好 Claudette 這不是美麗的紅色 不是這 這不是這 這 560 你講英文嗎 當然 我生在看美國的電視 啊 Emily Cami 在路邊的花店 隨隨便便就可以認識到新朋友 這其實在法國 我覺得還是蠻難的 因為如果要打入他們的圈子的話 這有一定的難度 他們很多人的親近的朋友 都是從小一起長大 所以真的要打入他們的圈子 要下一定的功夫 但是當你進入他們的圈子之後啊 其實他們很交心 這跟我以前在英國生活的經驗蠻不同的 英國人呢 就是任何事情 即使是他們不開心的事情都說 oh lovely 比較表面一點點 我覺得又比法國人的圈子更難融入 但是在法國呢 他們比較自我一點點 如果有任何不開心的 比較容易表達出來 艾蜜莉的服裝呢 也是許多人關注的重點 在劇裡面呢 他穿了很多好看的高跟鞋 在巴黎的街道上 實際生活呢 在路上其實蠻少看到 法國人會穿著高跟鞋走來走去 因為都是石子路嘛 所以如果你常常穿著高跟鞋 那麼你的鞋跟很有可能就會卡在裡面 而且路也沒有那麼平 所以其實也沒有那麼的好走 現在就是粉絲提問時間啦 在IG有粉絲問我說 法國人是不是真的都非常注重行頭 然後使用很多名牌 我覺得這個不算是事實 但是他們非常的會打扮自己 法國女生是蠻注重飾品的 他們很喜歡戴戒指啊 或者是手鍊手環 然後搭配服裝 但是對於品牌的話 他們比亞洲人更沒有迷思 因為他們許多人都蠻喜歡穿戴 非常有造型 但是看不出品牌的單品 但對於很多亞洲人 我們有時候比較喜歡 帶一點點小logo的商品 有另外一位粉絲在IG問到說 法國人的上班時間是不是真的都偏晚 這個是事實 就像Max 他上班時間大約是10點半左右 還有他們吃飯的時間其實也真的都偏晚 像是我一開始跟Max交往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點點文化上的差異 他們幾乎都是9點以後才開始吃飯 然後他就曾經問我說 我那麼早吃飯的話 這樣子我半夜不會被惡醒嗎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已經看過艾蜜莉在巴黎的話 請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後心得 如果你還沒看過呢 也可以跟我說說你對於法國女生的第一印象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幫我按一個like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週見啦 掰 下集影片呢 我將分享更多彩妝師的秘辛 如果你還想知道更多彩妝最新資訊呢 請立刻訂閱克里斯多的頻道 你也可以按讚以及追蹤我的Facebook粉專以及IG 我經常在那裡分享我的彩妝最新作品 以及歐洲發生的新鮮事 想更深入學習彩妝的朋友呢 也歡迎諮詢我客製化的彩妝教學 我也是一位全球跑透透的彩妝師 不管你在哪裡 我都能提供各項的彩妝服務 像是時尚攝影、藝人、雜誌、品牌形象、餘婚禮婚社 南非的水下攝影、冰島的冰川、哈斯塔特最美的小鎮 都是我服務過客人的地點 快讓我為你上山下海吧 你肯定沒靠來的